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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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是你把他救回來了 若宇 麻煩你了 打的話 黃大哥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這是我應該做的 大哥 你受傷了? 小意思… 要不是人家手下留情 你哪還有命? 甚麼手下留情? 甚麼意思? 是他想出來的 要想治好格式村村民摔老症的話 就一定要用仙子谷的七色海棠 所以今天一早 我們三個人就上仙子谷去吃七色海棠 哪知道 你不要說了 過不了老巫婆那一關 就永遠也不要想拿到七色海棠 那就是說 拿不到七色海棠 我們也要和格式村的村民一樣了 沒到四十歲就要死 你們不會的 真的不會? 當然不會了 你們根本就不是格式村的人 一點也不適應這裡的洗水 一出白頭髮 不出三年 就會一命嗚呼了 天吾絕人之路 我們想想一定會有辦法找到七色海棠 七色海棠?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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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公 請問你叫我們出來 有甚麼吩咐? 你們格式村的村民 自古以來 寿命不超過四十歲 這簡直是懲罰 你們也不希望這個懲罰再繼續下去吧 當然了… 但是這一點也是無法避免的 現在有一個辦法 可以使你們格式村的村民 和外面人一樣得享高齡 好 真的 真的 那就太好了 那可以好了 主公 請問有甚麼方法呢? 要找到一種叫七色海棠的話 服侍以後 所有的難題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七色海棠? 主公 在甚麼地方可以找到七色海棠? 是 遠在天邊 近在眼前 就在仙子谷裡面 仙子谷? 仙子谷? 但是仙子谷乃是禁地 我們是不能進去的 是 禁令也是人定的 只要大家同意取消就行了 那豈不是違背了我們祖先的訓事 要這樣做那就是不孝啊 這也不能這麼說 我們要是可以找到七色海棠 就可以將我們祖宗解決不了的難題 全解決了 這怎麼算不孝呢? 不行 什麼事?你們說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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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靜一靜 大家靜一靜 村長 你們剛才所說的我全都聽到了 那村長有甚麼意見? 祖宗的遺訓 我們後人是不能不遵守的 村長說得很對 是 不能這麼說 就算眼睜睜地看著我們隔世村的村民 就這麼一代代的 一到四十歲就死 現在明明有個方法可以解決 為什麼我們不… 村長 我雖然不是隔世村的村民 但我不忍心看著這些村民 在春秋聖年之際就離開人世 所以我想去仙子谷一行 主公 既然上天注定要我們活四十歲 那就何必逆天而行 村長 我贊成主公的意見 去一趟仙子谷 來 有誰願意跟我去的?走 對 我們去… 不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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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吵 你們要去的話 除非把我打死 要不然我是絕不會讓你們去的 為了我們的子孫 是… 我們去… 我們去… 抓住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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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拦住他們… 拦住他們… 不要讓他們去… 郭師 微臣在 你不是說柳家有個爵士高手 來幫朕剷除大皇兄嗎? 怎麼到現在還沒有來? 回皇上 據柳家的人所說 那位爵士高手 會在這一兩天之內破關而出 希望這次不要再像其他人那樣 根本就不是我大皇兄的對手 那就好了 皇上請放心 如果這次老夫 再不能把太子人頭拿來 寄給皇上的話 我柳家從此在宮中除名 你是誰? 小人柳千歲參見皇上 皇上 這位就是柳家瘦國盡村的爵士高手 六千歲 你的年紀怎麼那麼大? 皇上 如果你懷疑本人的武功 何不請宮中最好的武士 和小人過一兩招 好請皇上來個斷定 好 我是… 在 立即傳高拳 臣遵旨 傳御前侍衛統領高拳見駕 御前侍衛統領高拳參見皇上 高拳 你和這位老人家比試一下 是 皇上 請 皇上 皇上 剛才忘記向皇上禀告 在小人的手下從來不留活口 請皇上恕罪 是 果然好武功 朕就恕你無罪 如果你真能將大太子的人頭送來的話 那麼御前侍衛統領這個職位 就是你的了 謝皇上 六千歲 皇上對你那麼器重 你可千萬別讓皇上失望 我一定將大太子斬成肉醬 方謝我心頭之恨 你們是甚麼人 我們是隔世村的村民 那你們應該知道 擅入仙子谷者死這條禁令 知道 那你們還來送死 獨顧婆婆 又是你 請婆婆聽我說 說 今天隔世村的村民到仙子谷來的目的 是想要七色海棠 又是七色海棠 因為 不必多說 總之任何人不許入國 婆婆, 請你法外施恩 好使我們村民不必那麼短命 總之我的責任就是守護仙子谷 其他的事我一概不理 是 以後村民在這兒纏著他 我進去拿七色海棠 是, 主公 你們在那兒鬼鬼祟祟的幹甚麼 還不走 婆婆, 我們已經下了決心 今天一定要拿到七色海棠 看來你們是不見棺材不落淚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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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到我們隔世村會有那麼多不孝的子孫 我真是對不起隔世村的列祖列宗啊 村長, 你又何必這麼傷心呢 他們這麼去仙姿谷簡直就是去送死啊 為甚麼 據我所知 是 仙姿谷一直是由一個孤獨的族人在看守 那裡的族人每個都是武藝高強 誰要是擅自入谷他們就格殺勿論 他們現在去那不是自取滅亡嗎 這位先生, 你是誰啊 你是誰 我是這個村的村長啊 我想打聽一個人的下落 誰啊 那個首持任天行入村的那個人 他在哪裡 主公 主公 你找他有甚麼事啊 我要他的命 他在甚麼地方 他…他… 不許說 他去仙子谷了 仙子谷 他… 村長, 村長 主公雖然是綁上了我們 但他也是為了我們隔世村的村民著想啊 現在主公要父輩受敌了 我沒有發現 бы叫我 有甚麼事 你不是我們 不做事啊 甚麼事啊 小廟 你可以把人的事 我和你做什麼事 這幾個是… 記者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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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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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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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她的 看 ваши 你 看 我 娘 娘 不要替我娘报仇 不要 不要 你很心疼她吗 素素 你杀了我吗 冷月风 你放心好了 我暂时不会杀她 你要什么条件 说 好 你够痛快 你把大太子的人头拿出来 我就放他 住人 你随便吧 一命换一命 这很公道 不要 我要陪我娘 素素 快点决定 怎么样 好 好 我答应你 明天日落之前 我还是看不见大太子的人头 你就会看见你心上人的死 素素 素素, 你保重 冷大哥 不要去 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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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没事 不过七色海棠始终找不到 只要主公平安无事 七色海棠慢慢地想办法 真是辛苦你们了 主公 我们也是为了自己 村长他们呢 我们把他们全绑起来了 我们这次真是对不起村长 我们快去看看村长 有什么事我承担 主公 不要再说了 快走吧 主公 主公 村长 主公 你有没有遇上一个杀手 杀手 是啊 刚才来了一个人说是要杀主公 你知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这就不知道了 不过他凶神恶煞 主公你千万要小心 谢谢村长的关心 村长 我这次来是希望你能原谅我的冒犯 主公 你也是为了我们隔世村的村民找奖 我们不会怪你的 对了 找到了七色海棠没有 天意 算了 以后不要再去仙子谷了 是 各位村民 以后就当没有发生过这件事 千万不要私自去寻仇知道吗 知道了 知道了 谁 是我主人 岳峰 你没事回来就好了 这几天我日夜都挂着你的安危 谢谢主人的关心 我们失散以后你躲到哪去了 我… 我当时受了伤 又找不到主人你 所以在仙子谷的附近找了地方疗伤 那你现在伤好了没有 差不多好了 我就猜到你是躲在仙子谷里去了 所以我今天带着村民到仙子谷去找你 可是被孤独婆婆挡住了去路 岳峰 岳峰 我们虽然名为主仆 但是我从没把你当仆人看待 岳峰知道 我现在举目无亲 一个朋友都没有 如果我再没有你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主人 岳峰 岳峰 你杀了我吧 我为什么要杀你 因为我要杀你 你要杀我 是 在明天日落之前 我要不能把你的人头带回仙子谷 素素就要死 素素是谁 孤独婆婆的女儿 是我在仙子谷遇上的 她还救过我的命 而且我… 现在谁挟持她 是柳家的人 又是皇上派人来杀我 主人 我知道我不能杀你 可是我不能眼看着素素死 现在唯一的办法 主人, 你杀了我 你杀我吧 好, 既然如此 我只有走最后一步 岳峰, 皇大哥什么时候行 别吵 你想吵着大哥走火入魔 你们要吵什么 皇大哥, 你的上市怎么样 我想好了七八成了吧 那我们什么时候去仙子谷 是啊, 大哥, 快点 要不然宝藏被人拿走了 我不是说过吗 我们去仙子谷是找七色海棠 不是找什么宝藏 顺便吗 是啊 对啊 你们去找七色海棠 我去找宝藏各得其所 你是谁, 你在干什么 大太子, 你们 我这次来是想和你们谈一笔买卖 买卖?那力钱高不高? 大太子, 你想说什么? 如果你肯和我们合作 我们就一起杀上仙子谷 你们去找七色海棠 我去找宝藏 一起去 没那么简单 大太子, 你到底想怎么样 不妨开诚不公地说 黄初平, 你如果不是我的敌人 我想我们一定是一对很好的朋友 不妨对你直说 孤独婆婆已经死了 什么?孤独婆婆的武功那么高强 也会死在人家的手上 他死在什么人手上? 他死在柳家人的手上 可见柳家的那个杀手 他们的武功已经达到超凡的境界 原来你打不过人家 来请救兵 这是原因之一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要让那个杀手霸占的星子谷 那下一步 他就会对隔世村的村民不利 你再去拿七色海棠 恐怕就更加难了 你想趁他阵脚美稳之前 联合我们攻其不备 不错 如果你肯和我们合作 我有一个计划 黄大哥 你真的相信太子的话? 大太子为人深沉毒辣 浩大喜功 他要不是到了无计可施的地步 他是绝不会低声下气 向我们求合作的 要这么说 柳家杀手的武功 比孤独婆婆还要高 大哥 你未必是他的对手 只要你们有机会 拿到七色海棠 交给隔世村的村民 那我就算是… 你真的有那么伟大? 你怎么会说风凉话? 你们不要再争了 时候已经差不多 我们该启程了 柳先生 你来晚了 你把素素怎么样了? 你放心, 他没死 人头呢? 在这儿 拿来 素素呢? 素素, 你没事吧? 柳大哥, 我没事 把人头拿来 先放素素 好, 我不怕你耍花招 素素 来 接着 大太子 你也有今天 快走 姓李呢? 我毒药的滋味怎么样? 谁呀? 我只是跟你们说要合力制服他 并没有答应过你们用毒暗算他 大太子 你有种 刘老先生 彼此彼此 我记得非杀你不可 快去 快 事到如今只有一技行事 我留在这儿照顾冷兄弟 好 你们来干什么? 真是笑话了 你能来我们就不能来吗? 是啊 你别以为你的仓宝图可以找到宝藏 没有我们这张啊 你一辈子别想找到 我这张是假的? 你真是聪明啊 你要是想找宝藏的话呢 就跟我们来吧 好 上次我走这条路差点没命 这次我看走那条路吧 你走那边吧 我们地图说走这边 嗯 我们地图说要走有花纹的鸽子 对 小心 地图说要走有花纹的鸽子 对 小心 我也看着你 对 是 这个 嗯 又有花纹吗 真是 呢 库俩 涵 我 爸 爸 你看 太好了 怎么这里会有桃花杖呢 走 解毒但也解不了桃花杖 难道我今天就要丧你一次 我不能死 我不能死 你怎么会有桃花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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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四的那七 七色海棠 七色海棠 我找到七色海棠了 我找到七色海棠了 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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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梁大哥 我怕不能替我娘报仇了 素素 你不要胡说 别说那些傻话 你一定不会有事的 素素 我大哥 我很冷啊 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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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 素素素 是 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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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花大哥 你怎么样 大哥 老子 老子 子兄 我找到七色海茶了 你为什么这样做 子兄 当年我要是肯死 你就不用为我自杀了 我心里面好难过 子兄 你肯不肯原谅我的 那就算我死 也死得安心了 我这本《都经》 上面记载了我圣平塑学的一切 你拿去做纪念吧 主人 我们一起去 算了 不认识 我也不认识 你自己看到了 我认识 你怎么在这边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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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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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认识 不认识 夫妻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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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老兄, 不要再難過了 我們安葬了毒藝之後 還要把七色海棠給村民送去 大哥, 我們先吃吧 怎麼這麼自私呢? 到時候再分吧 事必一時 我們趕快把七色海棠給村民送去 先葬了他吧 我們走吧 皇天在上 保有閣市村的村民 五十年後機緣巧合 可以找到七色海棠 除了快 你把山的村民交給村民送去 你把山洋留下 能把山洋留下 去掉下子 你把山洋留下 我把山洋留下 你把山洋留下 你把山洋留下 你和山洋留下 你把山洋留下 你把山洋留下 我把山洋留下 赤松仙子很久不见了 各位仙姐 我们虽然是仙凡相隔 但是小仙仍然时常挂念你们 这么久不见 还是那么会哄人 对了 三位仙姐用仙法传招小仙 有何要事 赤松仙子 你再度下凡已经有一年了 不知道寻找四天星一事 是否有了眉目了呢 小仙真是有负三位仙姐的错爱 事到如今 我还没有发现四天星 和定海神珠的下落 找不到也不能怪你 玉帝曾经说过 你将来一定会遇上四天星的 而且我们这次下凡 是有件事想提醒你 为这有何指示 因为四天星离位已经一年多了 而未来的日子 凡间也将会有巨变 有何巨变 天机展不可泄露 但你应该速到京师 因为那儿将会是巨变的根源 莫非王朝有事 这一点恕我们不可以点名 唯一可以提示你的就是 非龙太子已经堕落魔道 你要小心提防他 谢谢三位仙姐的提点 当初我要不是 赤松仙子 你又何必后悔呢 就算你当日有机会杀死 非龙太子 你也不会下手的 因为黄大仙只会救人 不会杀人的嘛 我也知道自己的弱点 这一点也是你的优点 要是凡间没有你这个黄大仙 凡间的百姓就会更加苦了 三位仙姐不要再称赞小仙了 小仙这也只是尽力而为 以后你万事要小心 我们该走了 各位仙姐请 非龙太子又耍什么手段 黄大哥 黄大哥 你什么时候来的 刚来的 你刚才嘀嘀咕咕的 在说点什么 你这么晚来这儿干什么呢 我睡不着啊 想找你聊聊天了 怎么知道你不在房里 原来在这里 现在很晚了 快回客栈吧 不回去 还在想独一的事 人已经死了 何必自寻烦恼呢 你知不知道黄大哥 最喜欢看见你开开心心的样子 独一很关心我的 那黄大哥就不关心你了吗 真的 当然了 有你这么个调皮捣蛋的妹妹 我这个做哥哥的 怎么能不关心你呢 黄大哥 我 好了不早了 我们回去吧 大家快点吃 吃饱了好离开这儿 去哪儿 去京师 去京师 我有很重要的事 要到京师去办理 吃饱了以后我们就起床 离开这儿 好 我不去京师 为什么 不去就是不去了 那好吧 反正你的病也治好了 以后也不需要天天我跟着了 那我们分道扬镳 我说 黄大哥 你能不能不去京师 喂 植天椒 你怎么那么怕去京师 我的家在京师 你怕回家 我知道了 你准是被家里赶出来的 谁说的 要不是 你那么怕回家 有什么样 大哥 那么多人影 我们这儿地方小 先冲出去 要不然会吃亏的 好 果然是大小姐 你们是 我们是京城威勇彪局的曹氏兄弟 这什么意思 我们封了老大之命 押送彪营到洛阳 老大在临出发之前 吩咐各路彪师 只要一看见大小姐 就请你赶快回家 是 我喜欢什么时候回家 就什么时候回家 不需要你们来见我 老大还说 你别说了 走吧 老大让他回去分家产 他不肯回去 我没什么办法 走 走 你说什么 你不说不肯听吗 说 老大说老爷病得很重 让你回家分家产 那不早点说 黄大哥 我们快点去京师吧 我喝了 冷大哥 素素 素素 你回来了 是 过来坐 好 岳峰, 你回來了 太子 岳峰, 真是辛苦你了 可以為你下牢是岳峰的光榮 對了, 我們進了京城幾天了 我要你打聽的事情 你打聽得怎麼樣? 據岳峰所探, 滿朝文武 最受皇帝寵愛的就是國師 國師?那是個貪財的小人 如果由他執政, 那我的事就好辦了 黃初平呢? 還沒有黃初平的消息 很可能那天他已經被活埋在心子谷 他就算沒死我也不怕 只要我練成這套毒精的毒功夫 就算他的醫術再高明 也不是我的對手 賣慶祝 貝查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